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喜讯传来 电影无名预售突破2000万 王一博的人气不容小觑 恭喜电影无名首日预售量突破2000万 这个亮眼的成绩 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回春的势头 真是喜讯不停 没想到电影无名会有这么高的号召力 之前那么不被看好的一部电影 谍战片加文艺片加全剧组社孔家 宣发不紧不慢 着实为这部影片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预售当日 在排片跟场次不佳的情况下 居然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看来广大群众的支持率还是不低的 春节档上映的作品中 符合节日氛围的作品 都有一个不错的排片 但是目前看来 无名能够拿下这么亮眼的成绩 只能说不容易 其中我们需要着重点名一下 王一博的人气 这个顶流的号召力跟影响力 不容小觑 他的粉丝在电影官宣定当后 宣传的力度就停不下来 各种热搜各种话题 各种途径都无所不用其极 卖力吆喝 全方位的宣传 说句真心话 大半个月来 哪怕你不认识王一博 但是都知道电影无名 要上映了 好了 不多废话 电影预售已经开启 无名的表现开了一个好头 在前三个小时里 这部影片 在排片跟场次劣势的情况下 就已经突破了500多万的预售票房 特别是大年初一的上座率 基本上排满 没想到 在不到六小时的时间里 就实现了1000万的预售量 截止到当天 无名已经突破了2000多万的票房 在这个数字背后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粉丝跟人气 毕竟是网络平台预售 青年人占比率是最高的 很多人说 王一博的人气 是很多人无法预测的 在国庆期间 长空之王的预售量 就高达了3000多万 一度让业内震撼 没想到会这么高的人气 这次的预售 在排场跟场次不佳的情况下 都突破了2000万的预售 更是让人惊叹 不愧是顶流 还有就是毕竟有品质的保障 导演成尔的作品 很有文艺气息 更是内涵跟深度 让人看了都大赞 口碑是真的好 再加上 这部影片集结了影帝梁朝伟 影后周迅 实力派演员集结 再配上顶流王一博的加入 实现了品质 跟实力跟流量的配置 制作团队 更是国内的博纳影业 我们有什么理由 会去质疑这部作品呢 一句话 支持中国电影 好的作品 不分所谓的时间段 不分排片 好的东西 口碑跟品质 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影迷们的欣赏水平 不同于曾经 他们更加注意精神涵养的提升 我们需要有深度有营养的作品 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特别是在一个重要的休息时间段 更需要精神类作品的填充 娱乐是服务大众的 所以我们需要好的 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来滋养 选择无名 你不吃亏 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这个春节期间去电影院 看点好的 无名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